1.腹血,2.流鼻血,3.咳嗽,4.呕吐 呕吐呕吐时,为了排除有害物质,是一种防御的反射,如果此时使用药物停止呕吐,会使有害物质停留在人体内,危害健康。 如果是单纯呕吐,应适当补充水分。 如果伴有肠胃不适,应同时在胃和腹部按摩,如果呕吐板腹或伴有腹痛、发热等症状,应立即咨询医生,如何给身体排毒。 1.运动排毒法 运动排毒是一种重要的排毒方法,因为皮肤出汗,可以清除体内的肺物和毒素,因此,在日常生活中,多锻炼身体,使身体及时排毒是非常必要的。 2.喝水排毒法 水对人体非常重要,它是人体排泄物和毒素的运输,通常必须保证饮用足够的水,才能使体内毒素排除体内。 1.用热开水对排便有益,因为排便排除了50%的有毒废物。 如果发生便秘,应喝大量的水,就会刺激排便和促进排便,通常需要换满8杯水,才能正常消耗人体。 2.如果你不喜欢单调温热的开水,你可以选择绿茶,绿茶本身就有解毒作用,适量饮用绿茶也能促进身体解毒。 3.淋浴排毒法 明日促进皮肤新陈代谢,消除毒素,加速血液循环,放松大脑。 建议淋浴时,拼采用冷热交替的方式,冷水能提高人体对寒冷的适应性,使血患自然收索,促进人体新陈代谢。 用热水淋浴三分钟,然后迅速化到30秒的冷水,所以重复三次。 4.如果你想增强这种效果,你可以选择使用天然醒悦刷,颜外颜大肠刷的方向,可以清肠排毒。 4.粗纤维排毒法 5.从体内排毒,改善清陈代谢,还有粗纤维的食物能够去除废物,保持大肠心结,控制肉类,乳制品,高盐,高糖和高热量食品的摄入量。 特别是那些含有食品添加鸡或防腐剂的食品,建议以大米为主,不会加重味的负担。 早餐可以选择无糖燕麦片,吃东西时,多吃胡萝卜,西红柿,菠菜和其他新鲜蔬菜,或时可选择米侯桃,柑橘,苹果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